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十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方面对于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态度转变 根据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中国在周五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表示了谨慎的祝贺 此前一周这一位副总统已经由多家媒体宣布他获得足够的选举团票进入白宫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 向拜登先生和哈里斯女士表示祝贺 这里他指的是美国后任副总统贺锦丽 但是汪文斌没有称拜登是后任总统 他说据中国了解选举程序将按照美国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确认 在拜登在周六宣布赢得选举后不久 德国总理默克尔还有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等欧洲国家领导人 纷纷向他表示祝贺 但是中国却并没有发来贺电 让人猜测北京在等待结果得到官方确认 以免显得偏袒任何一方 或者是在与华盛顿关系紧张的情况下 有可能卷入美国政治 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陆祥表示 在美国媒体表示拜登赢得亚利桑那州之后 北京可能最终决定向他表示祝贺 他说中国向公认领先的一方表示祝贺 但是也承认对手方还没有做出让步 时机可能是因为美国媒体刚刚表示拜登赢得亚利桑那州 而中国海洋大学国际关系专家庞仲英则表示 北京的谨慎信息是经过精心计算的 而且是在日本和韩国领导人发来祝贺之后 他说看来中国认为不应该再等了 已经得出拜登确实胜出的结论 庞仲英说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说明 可能是在此后再会发出 此前的四次美国大选中 中国的在任领导人都是在投票日后 不久就向美国的后任总统发去了亲笔信 上一次出现等待和延迟是在2000年 乔治布什在经历了长达一个月的法律斗争后 成为当选总统 十二月十四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向布什表示祝贺 这是在布什的竞争对手戈尔人数的第二天 庞仲英表示 尽管川普在上周的大选中似乎落败 但是他继续推出针对北京的强硬政策 这可能增加了北京的谨慎 川普政府在周四的一项行政命令中宣布 禁止美国人投资被认为由中国军方控制的中国企业 这增加了切断美国资本对三十一家中国公司 包括电信公司华为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的压力 华盛顿表示这些公司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同样是在上周五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关于台湾并不是中国一部分的言论 汪文斌表示中国将对美国损害其核心利益的举动进行反击 我们郑重告诉蓬佩奥以及其同僚 任何损害中国核心利益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都将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击 汪文斌如是 而说到川普总统刚刚发布的行政令 再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行政命令对于市场的关系 川普总统在十天前拒绝承认美国总统大选结果 但同时加大了与中国冲突的力度 经常发布行政命令最新的一个禁止美国人投资与中共军方有疑似关系的公司 根据分析这样的行政令是川普自从十一月三日总统大选后的首次针对中国的政策行动 将在八月重点公布的十一家中国实体投资禁令名单中 增加了包括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在内的二十家公司 命令从明年的一月十一日 也就是当选总统拜登就只九天前开始生效 持有这些股票的美国投资者将获得宽限期 直到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后才必须要出售这些股票 此举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 但是对香港和中国的股市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也凸显出了川普在剩余的总统任期内 利用世界上最有权利的办公室所可以采取的行政行动 仍然有可能对全球市场经济造成影响 香港基准指数连续第三天下跌 而沪深两市主要指标也产生了类似跌幅 风险资讯公司的分析人士表示 总统可能会试图重开棋盘 并且让拜登来收拾残局 即将离任的政府也有可能是想通过实施 制造更多不确定性的行动 来使得下一任总统陷入困境 而这对于拜登来说在政治上很难逆转 因为如果逆转会让拜登本人遭到批评 说他对中国软弱 中国现在正越来越多地利用美国资本进行资源开发 并使其军事情报和其他安全机构得以发展和现代化 这是川普总统在行政命令中所说的话 最新的名单包括新的二十家中国公司 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他们不可以在任何交易所交易 员工持股的电信基础设施建设者华为也在名单上 另外还有上市的公用事业公司 中国电信还有中国移动 国有建筑企业中国铁剑 还有监控摄像头制造商杭州海康威视数字科技也在名单上 英皇证券的研究总监表示 投资者担心川普是否会在接近任期结束前采取跟进的进一步措施 行政命令显然是伤害了市场的乐观情绪 除非出现不可预见的后果 未来两个月可能发生的情况仅仅是存在风险 而我们要看拜登上任后行政命令是否有任何变化 如果拜登的确上任的话 川普总统切断美国资本与中国企业的联系 使得电信板块遭受重创 中国电信大跌百分之七点八 领跌蓝筹股 中国移动下跌百分之五 而中国联通下跌百分之六点六 中国联通是川普在八月就禁止的十一家公司之一 国有建筑公司也出现了下跌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下跌百分之四点一 中国交通建设公司下跌百分之三点三 而海康卫视在深圳交易所下跌百分之一点五 恒生指数在上周五跌幅高达百分之一 收盘时跌百分之零点一 至两万六千一百五十六点八点为连续第三日下跌 上证宗旨延续第四天跌幅 跌百分之零点九至三千三百一十点 周跌幅是百分之零点一 有专家表示这些股票只是面临部分资金轻仓的风险 抛售结束后投资者会意识到这些公司的基本面不会受到伤害 只是流动性的问题 影响相当有限 而由三十家顶级科技公司组成的恒生科技指数 本周却强势收盘上涨百分之三 中国科技三巨头阿里腾讯还有美团 在中国周二发布反垄断指导意见草案 以控制互联网平台公司垄断行为后继续反弹 两天内就抹去了他们两千五百四十亿美元的市值 而阿里巴巴涨一点六个百分点至二百五十几港元 美团涨百分之六点六至三百零五点八港元 腾讯涨百分之四点三至六百零二港元 互联网巨头第三季度净利润大涨百分之八十九 好于预期 而同时冠状病毒感染率的上升 以及对新经济的限制担忧 给亚太市场蒙上阴影 日经二二五指数下跌百分之零点五 因为该国的病毒感染率升值记录高位 而澳大利亚的相关指数则回落百分之零点二 专家分析认为投资者没有办法摆脱持续飙升的疫情 和新经济限制所带来的不安情绪 这恐怕是导致市场波动的重要原因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政治方面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川普总统表示在总统选举中存在着广泛的舞弊行为 但是他的律师在全国各地的法庭上却告诉法官 他们并不相信这是真的 根据报道川普的竞选团队或者是共和党的盟友 在几个战场周提起了诉讼 质疑有利于当选总统拜登的选举结果是否真实 要求停止认证结果或者是抛弃这些选票 而在处理这些案件的法官的质询下 川普总统的律师中至少有两位回避了有关于选举被盗或欺诈的说法 在其他的情况下代表川普总统或者是其他共和党人的律师 在宣誓后表示他们并没有欺诈的证据 律师们也一直在努力让他们所说的欺诈证据被纳入诉讼 法官将其视为不可接受或者不可靠 有一个代表州长联邦机构还有其他高级选举官员的组织联盟 在周四表示没有证据表明投票系统在选举期间受到损害 法官马尼奥听了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的律师兰霍夫的话 他最近在法庭上说我们在这场诉讼中没有指控欺诈 而选举法专家则表示川普总统的许多法律诉求 其实相当于引用选民或者是行政人员常见的违规行为或无意失控 而不是选举舞弊或者是破坏选举的故意性行为 而专家表示欺诈行为偶尔会发生 但是只影响相对较小的选票 对于程序或者错误的争议 通常是通过使用争议的选票无效 但是数量基本极其有限也不会改变结果 如果修改点票程序重新点票也可以解决问题 而法院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会要求采取特殊步骤 比如下令重新开始 而周四在杨利桑那州 川普总统的一位律师在州法院听证会上表示 在指控马里科帕县的一些签字投票被不适当拒绝的案件中欺诈并不是问题 律师兰库夫在听证会开始时说 我们在这期诉讼中没有指控欺诈 我们没有指控任何人试图窃取选举 相反他表示 这个案子是关于在一些选票的质表过程中出现了善意的诚实的错误 但是可能会不公平的导致选票没有被计算在内 在宾夕法尼亚州蒙格玛丽县有数百张有争议的选票诉讼中 州法官在周二反复询问他的律师格德斯坦是否指控发生了欺诈行为 格德斯坦起初拒绝回答 只是说大家都是带着诚意来的 而法官继续追问 我在问你一个具体的问题 我在寻找一个具体的答案 你是否声称这五百九十二章有争议的选票存在任何欺诈行为 而格德斯坦先生承认 据我所知目前没有欺诈行为 这次交流说明了川普总统围绕选举的公共关系策略 与在法庭上可以提出的证据之间的差异 在法庭上严格的规定规定律师在其职业责任范围内可以说什么 比如不能撒谎 以及什么样的证据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有法律专家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 总统可以在推特上面来进行指控 但是这样的说法和律师需要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如果律师提出轻率的诉讼或者是向法院提供虚假信息 不仅会受到惩罚 而且也会遭到索赔的要求 而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表示 他不需要在每一场诉讼中都论证欺诈 此外他还指出向法院提交的宣誓证词就是欺诈的证据 比如有目击者宣誓书表示 由于选票被多次计算 这就是欺诈 当选票被投出致命的错误时 我们不必争辩舞弊 因为选票表面上就是有缺陷的 而川普竞选活动的发言人木桃表示 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 这是一个有条不紊的过程 在内华达州川普竞选活动的代表 在新闻发布会和公开场合声称涉嫌欺诈 包括发现了死人投票的案例 但是这些说法以及证据却没有进入法庭文件 该州的前总检察长 川普竞选活动在内华达州的联合主席 在上周末对人群说 他们已经提出了选民欺诈的证据 但是一份长达六页的共和党支持的诉讼却表示 一名选民说当他亲自投票的时候 他被告知他的选票已经被邮寄出来了 诉讼的大部分内容是指称 在人口最多的克拉克县法律上不允许使用机器 来匹配一些邮寄选票上的签名 而且观察员没有获得有意义的访问计票过程的权限 这与选票欺诈显然是两回事 而川普的律师在十月五日发给司法部长巴尔的一封信中说 他们在内华达州发现了犯罪性选民欺诈的势力 信中说有三千多人已经搬出州外 但是仍在投票 其中有几百名选民似乎是军人 他们在离开本周时可以合法投票 还有学生还有一些在其他地方工作 但是有计划返回内华达州的人 这样的指控也没有进入法庭 其他有关于舞弊的指控没有被纳入证据 自从十一月三日以来川普竞选团队在密歇根州提起了两起诉讼 指控州和地方官员未能够执行旨在防止选举舞弊的法律 其中一个案件中竞选团队出具了一份来自共和党投票观察者的宣誓书 说他从另外一个人那里听说迪特律投票站工作人员改变了收到选票的日期 而法官将这一份证词描述为仅仅是传闻 并在上周拒绝了竞选活动所提出的停止计票的要求 裁决目前正在上诉中 除了有限的例子之外 证人不能够根据第三方的信息来提供陈诉 而在密歇根州的第二起诉讼中 川普的竞选团队提交了有关于投票监督员的宣誓词 他们声称自己被排除在缺席计票过程之外 或者是目睹投票工作人员处理不当 该诉讼旨在州政府认证任何包含欺诈性 或者是非法投票的计票结果 然而投票观察者的宣誓书主要包含人们在计票中心 所谓感到威胁或者是心里遭到排斥的议事 以及州政府官员解释为标准方式修复选票的有关报告 并不能够构成证据 在周四在亚利桑那州审理的诉讼中 法官还对川普竞选团队收集证据的方式表示担忧 法官凯利从证据中踢除了川普竞选团队 从填写在线表格征求选面违规行为的人那里看到的数百份声明 法官表示这怎么可能是可靠的收集证据的过程呢 后来又补充表示你无法反驳所宣称的事实 并不意味着所宣称的事实是真实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一月十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看到的是美国政治有关的内容 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在福克斯上表示 我们现在在白宫的假设是川普会有第二个任期 我们的工作是在这种假设下进行的 我们认为川普总统赢得了选举 而任何有关于拜登可能会做什么的猜测 我认为现在讨论都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这样的说法也得到了纽约时报的反驳 根据纽约时报介绍 在周三在白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 川普总统表示有事情要与他的顾问们讨论 而许多顾问都告诉他 他成功改变二零二零年大选的机会 其实并不多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他接着向顾问们施压 看共和党的立法机构能否在少数的关键州 来挑选亲川普选民 并为他提供所需的选举人票 改变数字让他连任 而根据知情人士表示 这并不是一次详尽的谈话 也并不是一次真正严肃的谈话 但是似乎没有反映出川普总统对留任白宫的任何过于执着的愿望 有一位顾问表示 川普总统没有认输 但是考虑到了自己不确定的总统任期后的未来 而根据纽约时报对六位顾问以及激进总统的人士的采访 并没有什么大的战略 现在在讨论中 川普总统希望从一个新闻周期到下一个新闻周期可以生存下来 看在多大程度上 确保基地以及基本盘对他的基本支持 总统向顾问们表示 他真的是在十一月三日击败了拜登 但是目前还不知道他本人是否相信这一点 而川普总统没有进行谨慎的重新计票请求 而是抓住了互联网上一些媒体的说法 并且提出了一些难以证明的假设 作为下一步 川普总统现在正在认真谈论 他计划在二零二四年再次竞选 意识到无论他是否真的这样做 都有可能会冻结掉可能的共和党候选人领域 虽然大多数共和党人拒绝公开反对总统 但是更多的人开始发声 表示在大流行日益增长的情况下 现在应该允许拜登团队进行过渡 川普总统本人目前还没有进行表态 而有关于总统诉讼案件又有最新进展 波特赖特莫里斯律师事务所在周四提出动议 退出代表川普总统竞选团队 在宾夕法尼亚州所提出的挑战选举结果的案件 根据来自国会山的报道 这样的进展是在宣布拜登作为后任总统 向宾夕法尼亚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仅三天后发生的 这样的诉讼是竞选活动 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其他州所提起的 及其与选举有关的诉讼之一 他指控各个联邦各县投票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 周四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中区地方法院提出的 退出动域所付的备忘录中 原告和波特赖特公司已经达成共同协议 如果波特赖特公司退出 原告将得到最好的服务 目前的律师和原告可以选择其他律师 在本案中代表原告 该东义没有对决定做出解释 并指出该案的另外一位律师林达科恩 将继续代表川普竞选团队 而纽约时报在本周早些时候报道表示 这一家位于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律师事务所内部关系紧张 这与其在宾夕法尼亚州为川普竞选活动代言有关 在这一场特殊的诉讼中 川普竞选团队在周一起诉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州务卿 还有七个县 指控该州实施了非法的所谓双轨制度 根据选民的投票方式 选民被要求遵守不同的标准 而竞选活动正寻求阻止对各州选举结果的认证 直到案件审理完毕 宾夕法尼亚州的总检察长夏皮罗 以无理为有驳回诉讼 并坚称宾夕法尼亚州的选举由两党选举官员监督是合法公平和安全的 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已经分别成功提出介入正在进行的案件 在宾夕法尼亚州拜登以五万多票击败川普总统 川普总统一直拒绝向拜登让步 拜登在上周六被多家媒体宣布赢得总统选举 并在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 维斯康星州 亚利桑那州等关键战场击败现任总统 而川普竞选团队仅在宾夕法尼亚州 就向州法院和联邦法院提起了多起诉讼 选举官员对于川普团队有关于大范围的选民舞弊的说法 提出了质疑 在法庭上没有看到任何有关于选举欺诈的证据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则是跟白宫安全有关的消息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由于病毒检测呈阳性或者是接触到检测呈阳性的同事 现在白宫有超过一百三十名特勤局的官员正在进行隔离 官员们告诉华盛顿邮报 这些事件至少部分源于川普总统在选举日之前所举行的竞选局会 被迫修班的官员数量大约占到其核心安全团队的百分之十 这可能会给整个特勤局带来压力 迫使其加班并且错过休息日以弥补人手紧张 减少一百多名安全人员是非常有问题的 这对于白宫的安保工作来讲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一位前特勤局高级主管告诉华盛顿邮报 特勤局爆发的同时 白宫正在经历另外一次冠状病毒的爆发 就在川普总统本人生病的几周之后 幕僚长梅多斯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本卡森 还有川普总统的竞选顾问莱万多夫斯基 在参加了一个选举职业派对后 病毒检测呈阳性 其他的官员和预会者的检测结果也呈阳性 白宫现在的情况是在全国每天冠状病毒病例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发生的 周四美国报告的新病例达到创纪录的十五点二万例 在上周川普总统本人基本避开了公开活动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则需跟台湾有关的消息 从民主党人拜登被多家媒体宣布成为当选总统后 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过推特表示祝贺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他是否会像四年前与川普总统通电话一样 也和拜登通电话 台湾的外交部长表示 台湾将以最恰当的方式向美国总统大选的胜选团队表达祝贺 目前各种形式都在考虑当中 我们知道二零一六年的时候 川普总统打破了数十年来的传统惯例 是以后任总统的身份接受了蔡英文的电话祝贺 引发了美中之间极大的外交风波 而这次拜登成为被媒体宣布的当选总统后 外界也注意蔡英文是否再度通过电话来向他表示祝贺 上周六美国主要媒体确认拜登赢得当选总统所需的足够选举人票后 蔡英文立刻发推特向拜登表达祝贺 并称期待进一步推动彼此之间的友谊 而彭博社的文章报道表示 台湾已经在和拜登阵营接触 援引台湾外交部长吴兆燮的话说 台湾政府正在讨论蔡总统与拜登沟通一事 不过根据美国之音引述熟悉内情的外交人士的话 与拜登团队接触让对方了解对台湾的期待 本来就是正常的外交工作 至于美台领导人是否通电话以及如何沟通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还言之过早 另外关于拜登团队对北京路线以及对台湾态度违和 台湾外交部长表示 从选战过程以及末期可以看到 拜登团队的战略架构已经确定 认为中国是竞争者 对于台湾看到很多不同的 他的阵营的人士对于台湾是相当支持 整个架构不会改变 但是他也表示虽然整体战略方向不会改变 但是个人决策风格会不同 手法也会有差异 在进入外交与国防委员会之前 台湾外交部长也对媒体表示 会以最恰当的方式向美国胜选团队表达祝贺 跟共和党民主党都保持非常密切关系 也都有非常好的友谊 所以不管美国的选举结果最终怎样 都相信跟美国的关系会在目前非常好的基础上 能够得到持续的加强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且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华尔街电视稍后与您再会 观众朋友们好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是十一月十三日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要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要选择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最新消息 中国和美国重启了停止不前的后门外交 寻求在美国总统大选后重启双方的关系 这种半官方的渠道通常是通过前官员智库和商界领袖进行的 传统上是双方在更正式的接触之前交换意见的重要渠道 而有中国政府顾问告诉南华早报 最近几个月随着双方关系进入冷冻期 沟通已经停止 但是前半官方的交流现在已经恢复 根据一位内部知情人士表示 前段时间美国人的人不敢跟我们说话 因为双方的关系已经陷入有毒的情况 这种情况现在出现了改变 尤其是在民主党方面 半官方的交流又恢复了 他表示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关系密切的几位人士 最近已经与中国接触 并与中国的智能团谈论如何重置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 在周五中国官方向拜登以及竞选搭档哈里斯表达了谨慎的祝贺 这条消息是在这位前副总统宣布他已获得足够的选举团票数 在未来四年领导美国一周后发出的 川普总统拒绝让步 对选举的结果提出了质疑 正如此前华尔街网报向您介绍到的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当天表示 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 向拜登先生和哈里斯女士表示祝贺 但是他没有称拜登为后任总统 他表示中国方面理解选举结果需要按照美国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确认 与美国的盟友不同 中国没有在大选后立即向拜登表示祝贺 这引发了人们的猜测 认为北京试图在大选结果正式公布之前 不要显得偏袒任何一方 也不要冒着卷入美国国内政治的风险 虽然外交部周五打破了沉默 但是习近平仍然没有正式向拜登和哈里斯表示祝贺 这似乎表示中国的行动仍然是谨慎的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川普总统竞选活动案件的最新情况 川普竞选活动周五在亚利桑那州选择放弃诉讼 原本案件寻求对该州最大线的选举中所投选票进行审查 就在多家媒体预测拜登将赢得亚利桑那州之后几个小时发布 竞选活动在周六提出申诉 在一份新的文件中表示 他将不再寻求法院命令对总统选票进行审查 他指控投票工作人员处理不当被制表机拒绝的选票 川普的竞选律师在文件中写道 自从昨天的清政会结束以来 全州范围内的选票制表已经使得对总统选举人的司法裁决变得没有必要 川普总统的法律团队在周六的诉讼中表示 选民曾声称他们被投票站工作人员催促 在发现不正常情况时推翻了制表机对他们选票的拒绝 他们指称包括凤凰城和大都会区的马里科帕县投票站工作人员告诉选民 将确保他们的选票被计算在内 但实际上会在没有机会审查的情况下拒绝选票 针对亚利桑那州州务卿的诉讼 曾要求马里科帕县高级法院下令暂缓认证选票 直到对该线的选票进行人工审查 虽然竞选团队已经放弃了有关于总统选举的诉讼 但是原告在周五表示 他们仍然在寻求对两场州和地方办公室的选举来进行相关审查 亚利桑那州的州务卿霍布斯的发言人在被要求发表评论时没有立即回应 福克斯和美联社在上周率先预测拜登将赢得亚利桑那 而几家媒体在周四深夜进行了跟进 说拜登已经赢得了亚利桑那州 截止现在他拥有超过一万票的预测性优势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TikTok有关的消息 川普政府又给了TikTok十五天的时间来解决国家安全问题 然后才要求其出售这一款视频分享应用 应用的中国所有者字节跳动 周五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表示 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批准其在十一月二十七日之前达成协议 延长了原定于周四到期的期限 而现在TikTok拒绝发表评论 字节跳动在周二在华盛顿的法庭上对周四的最初期限提出了质疑 表示政府没有对其达成妥协和防止强制出售的最新努力 作出回应 出售截止日期是川普政府针对TikTok一系列威胁中的最新因素 几个月来该应用面临着美国禁令的前景 禁令将于十一月十二日生效 但是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联邦法官已经阻止了这些禁令 商务部周四表示 即使政府对裁决提出上诉也会遵守命令 这样的出售令是财政部监督的一个单独程序的一部分 如果字节跳动未能在十一月十二日之前将TikTok出售给美国公司 它将面临什么样的处罚从未被明确说明 尽管命令表示司法部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来强制出售 美国认为TikTok是一种国家安全威胁 可能会让中国政府获得数百万美国人的个人数据 原因是它是由一家中国公司所拥有的 而美国总统川普则将TikTok的斗争作为它更广泛的打击中国科技产业 在美国影响力的核心战线 自从大选以来 他对于TikTok只字未提 而是专注于颠覆投票的法律战役 在挑战十一月十二日出售截止日期的法庭文件中 字节跳动方面表示 在所提出的解决政府国家安全担忧和避免强制出售的方案后 还没有收到来自美国监管部门的回复 字节跳动曾经在周四的截止日记前 寻求美国批准向甲股文公司和沃尔玛公司来出售应用股权的协议 在法庭争斗和大选影响下协议现在陷入了僵局 而最后再要为您通报到的是有关于川普总统的最新行动 白宫刚刚宣布他将于下午四点在玫瑰园发表有关于疫苗的最新情况 而届时华尔街电视也将为您进行现场播报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 我们向拜登先生和哈里斯女士表示祝贺 同时我们理解 美国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做出确定 美国政府出于政治动机 恶意污蔑抹黑中国的军民融合发展政策 滥用国家力量 无理打压中方的企业 严重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 严重干扰中美之间正常的经贸和投资合作 此举不仅严重损害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也将损害包括美国在内各国投资者的利益 公职人员宣示效忠国家制度 这是国际的通力 英方和澳方对于中方明确要求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 必须拥护特区基本法 效忠特区横加指责 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哪个国家会允许分裂国家背叛誓言 违反法律 勾结外部势力的人 担任议员等公职呢 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二十多年了 难道英国澳大利亚还指望港人 不认同一国不效忠国家和特区吗 他们到底是想干什么 我们敦促英澳等少数国家 停止玩弄双重标准 干涉中国内政 如果有关国家一意孤行 中方将做出坚决正当必要的反应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十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五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观点文章 作者是著名的媒体人王向伟 他表示在坚持了近一周之后 中国在周五终于祝贺拜登和哈里斯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 而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祝贺拜登先生和哈里斯女士 外交部此前只是注意到拜登宣布获胜 而中国国家媒体称他为美国总统候选人 而不是使用当选总统或者是后任总统的称号 文章认为北京似乎是打算等待选举结果完全明朗化 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在法庭上继续抗争 并且没有认输 但是通过结束沉默 中国官员似乎在表明 再坚持下去就会出现与拜登对立的风险 而北京需要与拜登合作以减少双边的紧张关系 但是汪文斌说我们理解美国大选结果将根据美国法律和程序确认 这似乎是为了安抚川普总统 而截至现在习近平本人尚未向拜登发出贺电 在北京的公开讨论中已经悄然出现了一种谨慎乐观情绪 一旦拜登上台中美关系摩擦就会有喘息的机会 曾经深度参与中国与奥巴马政府经贸谈判的前财政部副部长周三 在一次网络研讨会上表示 北京和华盛顿要再一次合作 共同解决紧迫而重要的问题 从协调财政政策到应对全球经济下滑 再到对抗大流行 几十年来一直是美中后门外交的关键人物的美国银行家约翰桑顿 在同一论坛上表示习近平和拜登应该尽早面对面会晤以解决分歧减少紧张关系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共识是拜登担任总统将更可以预测 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将更加可控 但是短期内中国官员在评论川普败选时可能会保持低调 因为会刺激这一位即将卸任的总统 并且刺激他在剩余的两个月任期内对中美关系造成更多损害 现在共同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台湾 过去一周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一直在岛上训练军队 不过五角大楼表示这些报道不准确 而川普在周一解雇了国防部长埃斯伯 五角大楼其他三位高级官员在周二辞职 北京担忧进一步加剧 华盛顿上周又加大了对于台北的军售力度 在周三中美两国武装力量开始通过视频会议举行为期三天的会议 讨论控制疫情人道主义援助还有防灾等问题 一旦拜登上台中国官员将试图修复损害 并寻求恢复关系的方法 显然川普主义在川普时期结束后也会继续存在 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 他政府中的中国鹰派成功地将双边关系逼近了不归路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广大民众或许会十分怀念川普 一边是对开放缺乏进展而感到沮丧的改革派人士和商人 他们戏称川普是中国经济更加开放的主要推动者 自从二零一八年川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以来 北京多次降低了对外各种工业品和消费品的进口关税 也开始对海外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变得更加友好 以特斯拉为例 中国为了帮助特斯拉在上海建立巨大的现代工厂 在土地开发招聘工人银行贷款等方面释出了浑身解数 而这些服务以往是很少提供给外国独资企业的 另外一面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也给了他起了一个讽刺性的外号 叫做川建国 因为他经常难以预测反复无常 并且这些人认为他伤害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也疏远了西方的盟友 这些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看到的是一个衰落的美国 认为川普制造混乱 事实上增强了习近平的传统支持 也有助于中国的建设 而所谓的建国是在毛泽东时代就非常流行的中国名字 但是拥有数十年外交政策经验的拜登 已经从一个中国鸽派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中国鹰派 在一个严重分裂的美国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 已经成为了为数不多 能够赢得两党支持的事情之一 但是他的做法可能会与川普政府中的中国鹰派极其不同 后者一心想把两国推向兴盟战 根据报道 拜登本人吹嘘说他与习近平相处的时间比其他任何外国官员都要多 两人一共有二十五个小时的私人仓位 并且一起走了二点四万英里的里程 但是习近平已经变了 他不再是拜登在担任国家副总统时 与他相处时间最长的那个人了 上个月底就在美国总统大选前一周 习近平公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蓝图 要在二零三五年之前将中国经济规模扩大一倍 并设想建立一个以本土技术和国内消费为重点的新经济体系 分析人士将他对技术自给自足地呼吁 解读为中国有意减少对进口技术 特别是来自美国技术的支持 这当然没错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停止开放 由于美国要求与中国脱钩的呼声仍然强烈 北京计划与华盛顿进一步建立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 而根据数据尽管贸易战和政治紧张 但是中美之间的经济和金融联系仍然比较密切 根据楼头说在周二的报道 二零二零年中国企业在美国股市上市量达到六年来的新高 估计我们预计未来趋势可能会加速 而今年的前九个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实际增长了百分之一点八 这当然是得益于医疗用品的大规模上升 而根据王向伟先生的分析 无论政治局势如何发展 中国还会继续扩大从美国的进口 尤其是农产品 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 中国没有完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下制定的 截至今年九月的采购目标 仅仅达到百分之五十三 同时中国也会努力使得外商的直接投资总额 每年保持在一千三百亿至一千五百亿的流入水平 并通过股票还有债券计划 扩大对海外证券投资的开放 而所有这些都将使得来自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外国商人和投资者 能够在中国国内市场以及不断扩大的四亿中产阶级人口中 拥有更多的份额 也使得北京和华盛顿更难脱钩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则是跟美国政治有关的消息 首先要看到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四位熟悉此举的人士表示 川普总统已经让他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负责他与选举结果有关的竞选诉讼 以及与这些诉讼有关的所有公共通讯 这些人表示川普总统在周五早些时候转向了朱利安尼先生 以应对他在法庭上所面临的最新挫折 这个挫折与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的投票有关 总统的顾问警告他他们可能在案件中失败 他面临着推翻选举结果希望越来越渺茫 尽管如此川普总统一直在尝试各种可能的选择来改变选举结果 并试图让他所认为的战士们来帮助他打赢官司 但是朱利安尼先生的参与让竞选活动还有白宫的人感到烦恼 有川普顾问将朱利安尼先生的努力描绘为适得其反 并表示他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给予总统无关的乐观 而这一些顾问表示他们担心朱利安尼先生不仅损害了川普总统剩余的法律选择 而且也损害了他的遗产和未来的政治机会 现在川普总统在考虑在二零二四年进行另外一场竞选活动 竞选发言人没有评论置评请求 在周四与助手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议上 川普总统让朱利安尼先生开了免提 以便其他人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根据之前人士透露 他愤怒地指责助手们没有告诉总统真相 而竞选副经理克拉克则多多逼人的回应了朱利安尼的话 根据了解情况的人这样透露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经贸方面的消息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中国和另外十四个亚太国家寻求在本周末签署贸易协定 协定将把这些国家经济更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是第二个涵盖亚太大片地区 但是签署我不包括美国的贸易协定 美国最初打算加入一个贸易协定 也就是环太平洋国家组成的联盟 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也就是我们说的TPP 但是美国在川普总统就任后退出了协定 包括日本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在内的另外十一个国家 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 在二零一八年签署了一个影响力相对较小的协定 但是TPP不包括中国 现在这个即将签署的协议却包括中国 在经过多年谈判后取得的进展表明 中国政府决心进一步将本国与邻国市场联系起来 许多邻国已经将中国视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 这样的一个协议名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可能于周日签署 分析指出这将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而中国经济已经受益于国内对疫情基本控制 经济增长率将超过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推动 现在中国支持的新协议尚未公布草案 专家们表示它涉及的层面可能要比TPP有钱很多 参与谈判的官员表示目标是降低关税 加强供应链 制定知识产权保护共同规则 简化商务签证安排 但是没有涉及劳工权利或者是环境保护 地率也放在基于它所追而行的人 刪断机并回溜市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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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纸市纸市纸市纸